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开幕的时候我也去了, 我觉得我有点忘记,是在十月每天我在想他的机座, 不是天称,那是天称,那是天称座, 是一个很均衡的,很均衡的心座。 那么性别人又是在旧馆三零一室, 平常有开放的时间,有越南室, 欢迎各位多多利用那里的资源, 那里有我放在那里的一本,跟黑音一轮为第二名主角。 就是在后来的戏曲世界里头, 是红娘变成最长演的,戏份最重, 可能也在说明在那个时候, 比较的社会里头,必须要有像红娘这样的, 智勇双全,建议勇为,很俏皮的一个女孩子在从中绰合, 才能够使得才子人家的结合。 所以这个西乡的整个故事的演变, 算是蛮有趣的一个可以讨论的文化的线一代, 才宣告中国一个真正具有复杂心理的女孩子诞生。 最近在唐人小说里头,就非常的暧昧, 他忽冷忽冷,若直若离, 然后为什么又会被抗弃, 引起很多的争论, 比较好笑的争论是, 阿佛大学的那个I Tower, 他认为崔茵茵为什么会被称为制补, 出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受不了, 觉得怎么我们的常戴美女被一些引起, 不过崔茵茵一出来以后, 因为远整对他的了解, 就让胡桃那么冷艳, 可是崔茵茵第一次, 他拒绝了张生以后, 没几天,他又被他的张生都吓一跳, 一开门, 同样又把含羞带雀的音音推到张生, 然后第二天积职的时候, 当张生看到崔茵茵在他旁边, 脸上面还有一点点泪珠的时候, 他不能置信, 他那么想望那么久的女子, 居然是在他的枕大, 所以这些男人的遐想就是, 在张生的整半头怀送抱的时候, 有另外一种活泼或者很魅的媚态, 所以给中国胡说人, 比较有一种很想象的痛苦, 就如同我们下个礼拜要处理王中, 他男人的心目中时, 他不能够到胡人那里, 可是要给大汉的男人一个美女的想象, 他是让王昭金冠上了胡服, 一个胡服的美女是什么样子, 对于吹音的想象就是不穿与胡的吹音, 就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把这些标准架上这样子, 那就是说, 这些文章不应该是不一定是做官的, 以前大概大部分的人都跟王昭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呢, 从多年来越来越多远, 那意思就是说, 以前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些什么读书人嘛, 那现在呢, 就好像就是明末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什么妇女啊, 什么, 就是比较一般的失明的一些人, 都要就是读书人, 对, 所以的因此呢, 就是明末出版文化的三个特点, 好像模糊了, 就是以前的那个素和芽之间的界限, 那意思就是说, 好像那个, 我所谓的素和芽, 当然跟这个社会的切红化都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 对, 古老的说法来教的, 那比较奇怪的来讲, 我觉得呢, 就是那个, 史文人啊, 对这个文化, 生传者啊, 消费者, 一起称丁的不激化, 究竟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当一条一条的讲理, 对, 一条一条的都要讲理, 这是一本怎样的事例, 你应该怎么读书人呢? 你应该怎么读书人呢? 去拿一些版本来做这个考证法, 这样子, 后来有的人还把它写成叫独法, 就刚才读法, 就是这个读法, 他有指导性的东西, 对, 他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他才有这个legitimacy, 对, 他出版是, 对, 而且是所有版本里做一些修正, 都在版本里做这种claim, OK